今年10月份举办的全国运动会 中正国小角力队教练郑凯文 代表新北市出赛 在男子组角力西罗市第四级 拿下了冠军 达成五连霸 能够有如此优异的成绩 靠的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 尤其现在身兼教练与选手两种身份 这次参赛更让他倍感压力 直到最后的获胜才能够真的放松 是什么样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郑凯文能够坚持他的角力梦想呢 马上来看我们的报道 举起双手正背一呼 就是这最后的精彩压制 让郑凯文获得全国运动会 男子组角力西罗市第四级的第一名 而这也是他第五次夺下冠军 获得五连霸的优异成绩 弹起了当时的胜利 郑凯文仍是难掩兴奋之情 尤其是在担任国小教练 与选手双重身份的情况之下 练习时间不稳定 这股沉重的压力终于在确定获胜之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非常开心 然后也就是顿时放下一块石头这样子 对啊 因为就是拿多很多次冠军 所以这次就是因为有带队 对 然后训练的时间就是变成非常不稳定 对 然后在拿下冠军的时候就是终于放松了 郑凯文目前正在中正国小角力队担任教练 他表示很多人在不了解角力运动的情况下 常常会有所误解 以为角力和打架划上等号 但其实不然 学角力时最首要的就是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像是这一个个翻滚动作 只要经过适当练习 不但可以增进全身肢体的协调性 更能成为日常生活中本能的护身法宝 一开始就是学会保护自己 就是被摔的时候一定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那你在从事其他运动的时候 不妨都会一些跌倒啊 受伤 那其实如果可以用这些运动 然后去藉由转换的话 那也是一个另类的保护自己的方式 看着孩子们练习 这些基本功一点也不能马虎 郑凯文说 角力改变了他的一生 从国中加入文山国中角力队 接着进入安康高中 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这一路走来 他靠着喜爱角力 全力以赴参加比赛 一步步达成目标 角力对他而言 不仅在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 更是他坚持梦想的动力 改变我一生 对 因为从小就是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嘛 对 然后刚好就是到国中之后 认识角力运动 然后慢慢的就是 是借由角力这个运动 然后读到功力的高中 然后就是在 就是考上功力的大学 然后借由比赛 让自己有一个目标 对 然后借由这个目标 变成自己的动力 不过比赛难免有输赢 遇到瓶颈 遇到失败 该怎么办呢 郑凯文说 幸好当时有教练的鼓励 凭着不放弃的精神 然后也很尊敬 然后也很尊敬学长或是老师 郑凯文继续设定目标 毫不松懈地扮演好教练与选手的角色 他表示年底即将选拔亚洲杯国手 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上 同时也期盼所带领的中正国小角力队的每一位小选手 都能够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